欢迎收看本节目 最贵球员都是门将库尔图瓦德国 转会市场网站的身价估值 黄马全队总身价为8.02亿欧元 排名西甲第二 仅次于巴萨的8.025亿 第二八二竞技全队总身价2.15亿欧元 排名西甲第八位 黄马阵中身价最高的是门将库尔图瓦 估值7500万欧元 巧的是第二八二竞技估价最高的球员 也是门将23岁的乌奈西蒙 3000万欧元 全主力出战 黄马冲击第17次西超杯决赛西班牙超级杯 诞生于1982年 巴萨是最成功的球队 一共13次夺冠 黄马则是16次竞决赛 其中11次问顶 还有5次亚军 两度出任黄马主帅 其达内两次获得西超杯冠军 2017年的西超杯两回合 5比1击败巴萨 2019年西超杯 举办时间 在2020年初 点球大战4比1击败马进 对于本场西超杯 黄马将全主力出战 阿斯报预测 其达内依然信赖阿扎尔 比利时巨星 将与本泽马 阿森西奥组成三叉戟 4天之前的西甲 黄马凌至林门平 奥萨苏纳 阿扎尔首发 踢了75分钟 这场比赛阿扎尔冲击自己新年第一球 巴萨竞后 第246次国家得比酝酿中西超杯的半决赛 巴萨点球大战 淘汰皇家社会 已经杀入决赛 黄马VS比尔巴厄竞技一役 决定另外一个决赛席位 其达内的黄马 从来不惧怕生死战 直叫黄马至今 其达内九次决赛 全都夺冠 如果全力以赴 黄马不会给对手暴冷的机会 当地时间 1月17日晚 西超杯决赛 在塞维利亚打响 黄马能否与巴萨相约决赛 全面即将揭晓 如果黄马和巴萨会师 三天之后将是第246次 国家得比 也必然引爆 2021年的西班牙足坛 预计 首发黄马433 库尔图瓦巴斯克斯 瓦拉内 拉莫斯 门迪莫德里奇 卡塞米罗 克罗斯阿森西奥 本泽马 阿扎尔比尔巴厄竞 G442 乌奈西蒙梅卡帕 耶雷 伊尼哥马丁内斯 巴伦奇亚加德马克斯 文赛多尔 贝斯加 穆尼亚英威廉姆斯 劳尔加西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